校长谭佑玲可谓是乐坛长青树 虽年过六十仍然创作不停先 近日又退出了新专辑70 80 90后 9月13日谭佑玲就和几位新俊歌手 到某中学举办小型音乐会 宣传新专辑 奉获年轻歌迷们的心 我经过调查以后 我想到我最大部分的歌迷 现在还会参与听我的歌的 应该是70 80 90后 所以我这一趟的巡回 也希望70 80 90后的 其他的比较年轻的 也会再加入我的歌迷的行列 他又凌持了自己 继续在乐坛发光发亮外 跟时刻不忘提携后辈 今年不仅成功 培养出一批年轻歌手 更在内地选秀节目中 当然评委将校长的职责 延续到内地 没有 其实我平常很关注 一些新的歌手 给我一些 以前所有的 所得过的经验 给他们 希望他们不走冤枉的路 但是也要靠他们自己的努力 对不对 对 潘校长一口气连唱四首新歌 音乐会气氛越来越热烈 连原本正经微作的学生 都在音乐带动下 情绪高涨 看来音乐真的可以使人们 跨越年龄的鸿沟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本集到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